高雄市刑警大隊門口前 怎麼會有為阿嬤坐在椅子上 一旁還有遠景關心 現場服務志工向記者說明 原來是阿嬤買了咖啡後 走在人行道上體力不知而跌倒 好險被四行大志工發現 馬上摻扶起來 並且給了椅子休息 幸好阿嬤身體沒受到什麼傷害 他在這樣走過來的時候摔倒 算第一時間發現到啦 好感知啦 對對對 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有一點那個 可能嚇到或是怎麼樣 他都一直在那裡船 我要來搖走 走到這裡不走 不走 不走 你今年幾歲 九十幾歲 你這麼搖走九十幾歲 大概早上九點多的時候 那貨報就是說 在豐山區 朝光源路過來 有民眾路打 那他會出來的原因就是說 他想說要來附近買一杯 他喜歡喝的咖啡 那我們警方有 查出身分之後 就是由我們同仁來護送返家 同一時間 鳳甘排出所園警剛好在現場 先了解阿嬤有沒有摔傷 要不要幫忙叫救護車 經過詢問後 阿嬤表示不用到醫院 只要回家就好 但是阿嬤身上沒帶證件 又因為年紀大 有些重聽現象 遠景花了好大功夫 才聽出阿嬤家弟子 也跟阿嬤提醒 可以跟社會局免費 申請安心手煉 出門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也好讓家人安心 看著你的安全 把你帶到家裡這樣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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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社會局有一個安心手煉的申請 那家申請 要不要錢 要不要錢 如果家裡有長輩的話 怕帶證件會疑似 或是說你要帶一些 可以識別的東西的話 會怕長輩會反對的話 其實可以向社會局 來申請這個安心手煉 那如果民眾不懂的地方的話 可以到拍手 我們會來協助申請 有些長輩因為家人不在身旁 自行外出 卻一忘了攜帶可辨識身份的證件 若不巧發生走失或者意外狀況 這時候身上假如有社會局 免費提供的安心手煉可供辨識 也方便在第一時間 讓警方或是熱情民眾 可以幫忙找到安全回家的路 記者李佳龍採訪報導